有时候滴滴打车迎面来了一辆奔驰宝马道迪甚至马沙拉蒂保时捷等等超豪华车 这是很多人心中不免就会想 这么有钱竟然来开滴滴 大部分司机开滴滴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 但是也有少部分司机 那么豪车司机是为了啥 有不少人都猜测说就是为了泡溜 但是小编觉得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首先你要知道 现在虽然现在滴滴司机少了很多 但是快车的单也是需要抢的 豪车司机对于打车软件的不熟悉 会导致一天就抢不到多少单 另外即便是抢到的这些单中 有多少失能的和长相一般的 所以说除了美女集中力附近接单 其他的豪车司机都不是为了泡溜 不信 一起来看看他们自己怎么说的 一 我说下我自己吧 国企上班 开着宝马无系纯净口 滴滴一个月拉三四趟了 我在省会城市上班 加自己一个人住 单位到家比较有 所以开车上下班 我拉的滴滴是纯顺路 哪怕着一个弯就到得我也不接 就是路上能有个聊天的 顺便能补多少有钱算多少 国企待遇不错 但是自己花销点大 有钱毕竟不少 所以就是哪天心血来潮 就来一趟滴滴 不过大部分时间是自己下班了 就回家吃鸡去 有钱基本不够换钱 一趟十来块 我打车上班 也就一千八百一十九块左右 拉人纯粹不了解们 而开着豪车来跑滴滴出行 是为了发挥自己的娱乐 为社会做出贡献 这重话说出来是没人信的 但是我自己就是这么想的 因为公司到工厂大概有二十公里 基本每天都会开着宝马 X6往返一次 每天不赶时间的话 我都会顺路接个单 当然要顺路程度比较高的 毕竟虽然我不在乎有钱 但是自认为我的时间还是挺宝贵的 还没到随意浪费到这种事情上面 三 我开趴拉没拉 有时拉顺风车 无聊或者等人的时候 拉拉快车 尤其是下雨刮风的时候 我喜欢顺利送送人 本来就不好打车 行个方便而已 四 我说一个 首先我开的不是好车 就是路虎前面出的发现神情 也就是路虎最低档次车 我跑过几单滴滴顺风 加起来有140多块钱 现在这140多还在滴滴账户里 一年多没跑了 因为需要考什么证 我当时就觉得每天压抑的不行 想在顺路中找不同的人聊聊天 结果这七八单 属于男性的都聊了不同行业情况 女的几乎没说过话 不是有些人说的什么炫富的 泡妞的 有没有 肯定有这些人 到工作压力就想找个聊天的 谈不上豪车了 就是分享一下感受 通过顺风车 认识了很多原来不可能认识的朋友 有的加了微信 有的成为了朋友 有的还有了业务方面的合作 有的还加入到了我的公司 挺开心 也挺幸福的 会一不说 下班忙碌一天后 有个人一起说说话 一起回城 还能在滴滴账户里多个几十块钱 下车打滴滴时 直接扣鱼得的感觉 也挺舒服的 感谢滴滴 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和意识 六 只是和朋友打赌 时拉过一次滴滴 是个男孩子 当时看他还挺惊讶的 犹豫着要不要上车 我就催他赶紧上车 一路无话 当然 小编也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 所有的豪车司机都是这样 我依然相信有许多司机是善良的天真的纯洁的 是无私的 是真心实意为他人着想 为他人担心 找不到车 找不到援助 找不到回家的路 而出来为大家服务的好司机 请不吝点赞